上回书说到同林带着几个小门弟子 小兮奕奕的保着钦差大人年庚瑶 按着官站购奔太原府 这一路之上进州州官街 过府那府官营 平平安安什么事都没有 等到了太原府东门外 十里接官厅 就看见太原知府带着全城的文武官员 有名的申商来迎接钦差大人 这位知府啊姓刘 叫刘成 因为他两袖清风爱民如此 所以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刘青天 刘知府也是两榜近视出身 钦差大人叫得落平了 刘知府跪倒在地给宁庚瑶磕头 宁庚瑶就把手本收下了 贵府 公馆大在何处啊 回禀钦差大人 在东门里有个大客店 作为临时的公馆 请大人屈尊 好 既然如此 头前带路 众人前呼后拥 保着钦差大人年庚瑶 直接奔了太原府东门里 东大街 有个大店 这大店路北 暂时作为年大人的公馆 公馆 玄灯 结彩 上锤手贴着 泥金捷报 写的是 查办四川钦差大人 年 年大人 钦兵一到 马上接岗 本城 手营的兵丁 就得退到二线了 跟着 大炮联响三声鼓乐齐鸣 大人的八台大轿 就进了公馆的二层院子 三座黄亭子放好了 年庚瑶 游打轿子里下来 拆人挑帘 年庚瑶走进正厅 厅中迎面的嫁接案 八仙桌子 旁边有椅子 西边是单间 那是年大人办公的地方 后头有几间勤室 年庚瑶到李家屋 马上洗了洗脸 洗了洗手 然后吩咐一声 请三宝 同龄 刘俊 跟司马良 师徒三个人 捧着三宝往里走 刘俊捧起了宝剑 上方宝剑 您别瞧这口宝剑 代表皇权 武王八旗 龙子龙松 国家重臣 各路的要员 要是有一个犯了法了 钦差大人 有这口上方宝剑 皇上所赐 就可以先斩后奏 接着是同龄 捧起金牌 司马良捧着圣旨 银擦进来 全都交给亲苔大人 年庚瑶 年庚瑶一样一样的 把这三宝放在了中厅 然后把檀香炉点起来 亲自参拜三宝 参拜完了 年庚瑶才落座 把所有的手本看了看 叫差人进来 手本完全避回 满城文武举荐声援 还有大小的官员 一律免参免见 只有太原知府 刘成 遵命 由打公馆外头 走到里边 撩袍端带 登台阶 挑连笼 来到屋中参见钦差 刘大人走到屋中 抬头一看 三宝在上 赶紧正官望后一撤步 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抹下袜行袖 刑罢了三拜九寇 面君大礼 然后才能给 钦差大人 年庚瑶行礼 钦差大人在上 太原府知府 刘成拜见 年庚瑶 一只手接 贵谢 免礼平山吧 多谢大人 来呀 此座 旁边有差人 端个座本来 太原知府 留成义工道地 钦差大人在此 也有卑职的座位 坐下好讲话呀 谢大人 其实啊 这位知府大人 坐着比站着还难受呢 须坐着 坐半个凳子面 凑凑呼呼的 这叫什么 这叫半站半坐半悬着 钦差大人 年庚瑶上下 打量这位知府 刘知府中等的身材 长得方眠大耳挺铁面 眉清木朗 鼻至口方 三柳默然黑胡须 头上戴着红鹰帽 顶子挺亮 青金石的顶子 身上穿着两截褂 四方的四品云烟补子 好啊 模样真不错 一看 就是个青莲之人 因为您更要知道 这个人名叫刘青天 老百姓给起的 既然百姓管他叫刘青天 肯定是个青官 贵夫啊 这次本钦差奉圣旨四川放粮 蒙圣恩赐本钦差 金牌上方剑 带天巡守 如震亲临 可以带领民事 贵夫 你在本地很有战胜 这个本钦差 早有耳闻啊 如果有战士 欺人之后 藏官府的势力 欺人的反匪刁民 贵夫 你要是治不了他 可以跟本钦命提一声 我替你做主 刘青赶紧站起来了 攻身实力 禀大人 自从背负道任之后 仰仗圣天子 胡福大人的火味 地面倒也安然无事 确实没有什么不法的 贼匪顽民 请大人放心 好 贵夫很会办事啊 你下去四号吧 明天本钦差就走 因为四川的事情 十分紧急 如果贵府办事 办得很得力 将来本钦命 一定要保举于你 多谢大人栽培 说完了 刘智府就退下去了 刘成一下去 年耕尧立刻更换便服 管家年福年禄 小叔童儿 福儿 还有杨师爷 就在周围 伺候着 海川呢 带着小门弟子 就全都下去了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刚过四京 这公馆的人 上上下下 就忙活起来了 所有的亲兵全起来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各司其职吧 太原府 太原府 知府 刘成 还有成守官的守备 总阵这些人 到武经天 在公馆外头 全都到齐了 给伺候 钦差大人 启程 统林 从海川 带着小门弟子进来了 拜见了 年耕尧 年耕尧 就站在八仙桌的旁边 伸手 把圣旨捧起来 一转身 交给同林 海川呢 就把圣旨 接过来了 把圣旨 安放在 头一座 黄亭子之内 第二样 就应该是金牌了 待天 寻手 如阵亲临的 年耕尧 望前一探身 拿着金牌 嗯 年耕尧 可愣了 海川啊 等等 同林 可都快走到门口了 听大人一说这句话 赶紧回过山来 大人 请问您 有什么吩咐 你看 这金牌 阴和不见 海川 带着几个徒弟 抬头 哎呦 可把同林吓坏了 金牌是 不翼而废 再瞧啊 年耕尧 有打金牌的 紫摊龙座上 拿起一张自剑来 同林 瞧着大人 就瞧 年耕尧 看了 发浪 海川啊 你瞧瞧 这个 海川赶紧走到 年耕尧身边 把自剑 接过来 啪的一下 脸色都变了 本来 同林是紫脸堂 这回啊 撑死鞋子了 自剑上 写着有字 夜至三经天 来到府太原 盗宝回山去 庆收上席天 海川叫着自己的名字 海川 海川 你寒沉到家了 一个堂堂的震巴风 紫面 昆仑霞 头四下江南 捉拿二小 收回国宝 那么多武林中的能人 你都会 怎么单单今天在太原 一夜之间 让贼人 夜入太原府大人公馆 把金牌盗走 同林啊 你们银把个石料之眼睛 一夜可没闭呀 可在你眼皮子底下 贼人把金牌盗走了 同林愣了 一低头 大人 这是同林的疏忽 您更要把脸一沉 师爷 我呀 马上把这个腾写几份 来呀 传太原知府刘成 刘成在下边等着正着急呢 恨不得钦差大人 一时上了轿子 平安无始离开太原 我就卸了劲了 等了这么半天 您大人怎么还不下来呀 刘成着急暗含着 派人往里打听 哎呦 可出了事了 知府大人听说了 正哆嗦呢 就在这时候管家年符出来了 大人遇下 太原知府接见 刘成哆嗦着 跟着年符往里走 一直来到中厅 挑连笼进来 伸手 就把帽子摘下来了 往地上一跪 举着这顶帽子 刘成拜见大人 钦差大人 年更要沉着脸 虎目寒瞋 用手一指 鬼佛 昨天本亲命来的时候 曾经问过你 你说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的 安善良民 啊 怎么一夜之间 竟有大胆的贼人 盗走金牌 留下字简呢 啪 就把这张字简望下一扔 本亲命 赏限十五天 你给我取回金牌 把盗宝之贼拿住 要杀一井百 如果预期不能办到鬼府啊 你听餐吧 把制度升起来 制度升起来 就是啊 你把帽子戴上 没有这罢官的意思 刘成伸手 捡起刺简 以头碰定 谢大人 然后站起身形告退出去了 退到外头 撞过身来 往外走 一白手 太原府的文武官员全散了 刘志甲 赶紧奔府呀 不敢待着了 来呀 击鼓声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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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声如同暴斗 三班人一站立两项 喊霸堂位 八班总义 一个叫陈龙 一个叫贺虎 望着一站 刘成 游打屏风后 转过来 在公案桌后 端然正坐 是怒容满面 陈龙 贺虎 宰宰 钦柴大人 驻马太原府 昨天晚上竟有大胆的贼人 夜入公馆盗走了大人的金牌 大人赏线十五天 本府赏你二人三天的期限 把贼人拿入金牌请回 一定加关晋级 如果不后 留着你二人的狗腿 下去 啪 一伸手 把这字简就扔下来了 您看 上边的横 他也跟底下的横 官大压死人 这陈龙 贺虎一听 这脑袋 嗡 就大了 谁不知道 这八方 紫面 昆仑侠 同林 同海川 那是钦差大人 连庚尧的随行 委员 办柴官 这贼 多大的能力 多大的胆子呀 竟敢在 同侠客 眼皮底下 进公馆 盗走 金牌 这金牌 还要得回来吗 陈龙 贺虎 不敢跟 知府大人 分辨 接了字简 转身行 就下去了 到了班房 这差人们 全过来了 二位头 怎么样啊 中尉 兔爷掏耳朵 崴尼了 哎呦 二位头 到底怎么当的事 陈龙 把事情一说 中尉兄弟 没别的 有道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平常咱没事 啊 可我也跟大家伙说过 要有事 就是有大事 嗯 这回可大发了 不是丢差事的事啊 是掉脑袋的事 快穿过 把这名言手快的官人 全叫来 哎 一会儿的工坊 这些差人全到了 有穿官衣的 有穿便衣的 陈龙贺虎 带人就下去了 在太原府城里 城外 大小的安关寺院 旅馆客栈 这些热闹场所 暗访明察 黑天白日没闲着 一会儿三天 什么也没查着 第四天清早 知府大人 升作大堂 带陈龙 贺虎 甭带 这哥俩都上堂了 下一陈龙贺虎 拜见知府大人 三天期限 放插贼人 进展如何 大人 下一门 这回真是用上心了 我们全体出动 在城里城外 所有地方 全查遍了 也没发现 盗金牌的贼 刘知府是面尘如水呀 明明是你二人 半事不利 来呀 每人重责 石板 他怎么缓一口气呀 四十大板 打坏了 谁抓柴班案去 重责 石板 这造班头 信说这重责石板 您缓口气 这石板也得打呀 这石板 我们也不能往中了打 打中了 这二位班头 怎么带着人 去捉这贼去 用完了行了 刘成用手一指 再给你二人三天齐线 必须将贼人拿货 是 这哥俩缺着腿 往外溜达 离开大堂了 回到了拆官房 这些拆人们全老实了 不说话了 有一个 鼓了鼓劲 陈头 干了吧 中尉 不能写劲啊 加紧 咱们接城的坊 就这样一连气又三天 六天过去了 陈龙 贺虎的屁火伤刚好点 刘大人升堂了 陈龙 贺虎来到大堂之上 一跪 大人 三天过去了 我们没访着 请大人宽限 陈龙 贺虎 你二人好大胆 再给你二人三天齐线 如果放不着 到金牌的贼 将你们二人全家满门 押入监牢 哎哟 谢大人 还得说谢大人 这哥俩下去了 到了班房了 伙计们全过来了 二位搬到 咱们怎么办 贺虎站起来了 怎么办 都出去 都够出去 把这些人都轰出来了 贺虎就跟陈龙说 哥哥 看见没有 咱们哥俩在太原城 可是衙门中的大班头 太原城 大的小小父老乡亲 衙门口里的人 可没有不尊敬咱们哥俩的 上头 对待父母 下边对待妻儿老小 咱们哥俩说的过去了 也让他没受罪 也想着几天福了 可这回 咱们可要连累全家大小了 哥哥 一人去也遭罪 俩人去也着急 您呢 他只是在这坐着喝茶 兄弟我一人去 嘿哟 老三哪 就你这两下子 你还一人去呢 为什么这陈龙管贺虎叫老三 书中暗表 他们可是把兄弟呀 把兄弟哥仨 二爷是陈龙 三爷是贺虎 所以呢 二爷管三爷叫老三 老三 就你这两下子 你还访案呢 哥哥您帮我 您瞧着 我胖胖运气 也许能放着 贺虎走了 陈龙只能听他的 在这一天没出去 直到晚上 贺虎回来了 陈龙着急呀 兄弟 怎么样啊 哥哥 放着了 放着了 在哪呢 赶紧吩咐官人准备 贴纸 咱们拿人去呀 别忙 哥哥 这个贼呀 非得到时会 他才去那个地方呢 咱们到了 他待在那个地方 伸手一拿 准能拿住 哥哥 您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啊 可我听着 您听着怎么着 这事交给我了 我看见了 你就放心吧 走 高兴 咱们哥俩 大饭装子 进阳楼 搓一顿去 哎呦 老三爷 你还有心吃呢 把哥哥我急死了 哎 谁有了 您怕什么呀 到时候我领您去 伸手就拿贼 哎 这哥俩就来到太原府城里头最热闹的进阳楼饭庄 俩班头一进来 掌柜这先生带伙计全围上来了 谁不点头哈腰啊 就把这哥俩请到楼上 到楼上 伙计伺候着 这哥俩 点好了菜 伙计 喊下去了 这伙计呢 就跟这二位班头打听 二位班头 听说有人把钦差大人身旁的金牌偷走了 满城风雨呀 是啊 现在正在抓紧捉贼呢 你们可不许在这瞎说呀 啊 这可是酒楼 来来往往的人太多 把你们的嘴给我闭着 哎 这先生掌柜的伙计就嘀咕啊 你说钦差大人金牌丢了 这两位班头怎么有心有茬的上咱们酒楼喝酒啊 那么这贼到底在哪呢 下回再说